回宫 随着一句回宫的喊出 甄嬛再次黑化完成 短短一个月 甄嬛从鸡喜到鸡杯 刚刚得知自己怀有身孕 可远在宁谷塔的父亲 却病肿垂危 而丈夫又克死他乡 这一连串的打击侠 让他陷入了绝望 饭根本吃不下 整天以泪洗面伤心欲绝 一连数日一个人发呆 回想着往日的种种美好 锦西见他这样消沉 成日不吃不喝 担心孩子迟早保不住 于是向温太医要了打胎药 喝下去孩子必死无疑 这番话却让甄嬛清醒过来 这碗落胎药 我不会喝的 我要这个孩子 不仅这个孩子 还有我的家人 云里死了 再也没有人能像云里一样 来保护我 我得学会保护我自己 保护我要保护的人 这才是奴婢认识的甄嬛 从绝望中重生的他 头脑异常的清醒 腹中的胎儿需要名分 病重的父亲需要救治 再有就是云里的死因需要查明 他甚至怀疑是宫里有人故意陷害 而如今能帮他 实现这一切的 也就只有皇上一人 他想到果郡王向他提起 皇上在梦中喊过他的名字 我要用皇上的手 皇上的权利来报仇 娘子 这一步可是难之又难 险之又险 你想清楚了吗 我还有退路吗 云里死了 我这一己之身 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幻璧却提出了担忧 就算皇上会常来甘露寺 终究有一日会被皇后知道 肯定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于是甄嬛喊出了他的决定 回宫 这也是他唯一的出路 回宫的打算 他分三步实施 第一步就是要恢复自己的美貌 而温太医就是最佳人选 不但要调理自己的气血 还给温太医要了一样东西 从前的神仙玉女粉还在吗 这好端端的 怎么想起神仙玉女粉来了 小姐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 只是小姐这样憔悴之力 生出来的孩子又怎会好看呢 所以要吃一些意气不血的吃食 再加上神仙玉女粉内外奸养 这样一番解释虽不合逻辑 可温太医太过实诚并没多想 而是看他能够想得开 肯爱惜自己替他高兴 恐怕温太医还想着 甄嬛会将自己托付于他 只是让他想不到 即使有孕他也轮不到 就在温太医走后 甄嬛还是提醒了幻比 我要回宫的事 先别叫他知道 是 终究不过是一色诗人 回宫的第二步计划 就是找一个人 能够给自己牵线搭桥 有见到皇上的机会 就在甄嬛发愁 拿不出能打动苏培胜的物件时 锦西开始放大招了 酿子错了 收买苏培胜最好的办法 绝不是金箔和利益 那 苏培胜是身子残缺的人 不能娶妻生子 才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苦楚 所以宫中 才有太监偷偷地与宫女相好 结成对事 甄嬛描懂锦西的意思 他这是要将自己献身 而且锦西和他是同乡 在这之前苏培胜 也向他表达过此意 他也有十足的把握 尽管甄嬛再三阻拦 可未能让他回宫 锦西心意已决 其身便要离开 你要去哪儿啊 苏培胜在宫外 有一个寺宅 奴婢知道在哪里 也有把握能见到他 锦西 你实在不必为我这样 咱们总还有别的法子 这是最好的法子了 当晚锦西便赶了过来 苏培胜回到宅子室 看到锦西后 高兴得合不拢嘴 然而让他更高兴得还在后头 两人一阵客气过后 锦西告知来意 我现在才来说要陪你 有些晚了 怎么 你终于啃了